剛才也看到了中南部高麗菜的價格崩跌 一顆從100多塊下滑到只有10多塊 那麼新竹縣竹北市天后宮力挺辛苦菜 像雲林的產地買了2400多顆的高麗菜 今天是在廟前免費來發送 吸引了2000多人來領 這排隊人潮是繞了好幾圈 長輩戴著帽子 也有媽媽牽著小孩 頂著烈日都來排隊 隊伍從廟前一路蜿蜒繞了好幾圈 原來竹北天后宮幫助辛苦農民 買高麗菜免費送民眾 最近的高麗菜盛產 可能如果再沒有通路的話 可能要打成肥料 希望能夠再購買一些高麗菜 能夠來挺農民 也能夠讓我們地方上的一些鄉親 婆婆媽媽共同的來享用 這個可以講雲林西羅最好的高麗菜 一箱又一箱還沒拆封的高麗菜 擺放天后宮廟前廣場 旁邊張貼公告 只要年滿15歲 並自備替代就能領 原來天氣暖 中南部高麗菜盛產 加上農曆春節後需求量少 市場供需失衡價格崩跌 一顆從100多塊 慘跌到10多塊錢 採收不符成本讓不少農民乾脆就地根除當綠肥 天后宮也發起買高麗菜力挺農友 總共300箱有2400顆 下午一點開始發送 有民眾早上就來排隊 我大概12點10分左右 我們知道這邊有可以領高麗菜嗎 LINE裡面都有通知 那有找很多朋友一起來嗎 有三四個同學朋友 還有LINE的群組都有發 你們打算拿高麗菜做什麼 做泡菜或者是把它曬乾 有人通知你們嗎 沒有 我們看到的 很方便 我們不用掌握機就不用再買了 免費領到又大又漂亮的菜 阿公阿婆開心裝盡帶 還有婆婆媽媽相約排隊 準備拿來做泡菜 用行動力挺都要支持國產高麗菜 謝謝大家 謝謝 Dig ca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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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